我媽就問我說 阿你怎麼知道交女朋友啊 為什麼大家回來看一下啊 對 他說我兒子真的那麼帥 然後學了也還不錯 他說為什麼你沒有女朋友 為什麼你哥你弟都有女朋友了 為什麼你還沒有女朋友 那我只知道我自己說過的部分 就是我之前有在我Podcast講過 好像蠻喜歡聽我的Podcast 但我再講一次就是 我其實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有讓我爸媽知道這件事情 那當初之所以會願意 會想講這件事情也是 我是站在一個就是非常尊重我爸媽的立場 來想讓他們更了解我 原因就是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上了一個英文老師的課程 我本身也很欣賞這位英文老師 然後那個英文老師就在 有一次上完課之後 他就說我想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的兒子某天忽然好來跟我說 他說媽媽我覺得我可能是同事朋友這樣子 然後那個英文老師那個媽媽聽到的 當他之後覺得這麼超感動 因為他覺得他的兒子非常尊重他 就是他的兒子的心智程度已經成熟到說 願意讓他的媽媽知道說他是gay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英文老師當下是非常的感動 然後非常的覺得他的兒子長大 然後他備受尊重 我聽到這個故事之後呢 之後呢我就覺得很受鼓舞 我要說 我要說 對 我說那這樣子 因為我也是一個蠻熱情 或者蠻容易受到鼓勵的人 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因為受到這件事情的鼓勵 我就想說好吧 而且你是想到事情就會去做 對我是行動胎 對 非常行動胎 然後後來我忘記大概事隔多久 我就跟有一天在一個夜晚 就是在那個時候在吃晚餐 我爸我媽都在廚房 爸媽媽我想跟你說一件事情這樣 然後我媽就說什麼事啊 這是要買什麼東西啦 結果因為他看我就是面有男生嘛 然後 後來那個 我就說不是啊 我就說我是想跟你們說 我是喜歡男生的 然後 我媽 我媽就說這什麼意思啊 然後我爸就補充說 他是同性戀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但是其實講完 講完那個時候 其實我爸跟我媽都已經失去理智了 就是開始摔爆 我記得我爸是摔 當下吃飯吃完以後 他就直接把我碗筷拿起來摔到地上 然後就去特身去走人 然後我媽是在 我跟他們出櫃之後呢 他就是每天打電話關心我說 我是生病了感冒了 就是可能我上完大學 上完一個下午的課程 我會有二十幾通的未接來電 都是我媽打過來的 但是呢 因為今天我們主義是出櫃嘛 所以在聊到當初出櫃的過程 但是因為其實 這些故事 這些事情都過去了 就是反正我爸 他到底有沒有接受 默默的接受 沒有啊 那個時候就是我爸媽就是選擇性 遺忘這件事情 對對對 後來就是我就 我就在他面前我就不提這件事情 但是最新最新的狀態呢 是請看這支影片 就是我媽已經接受我跟圓圓結婚了 而且就是非常的溫馨 所以目前呢 是家裡就是美滿的大結局 那往下我們要討論到第下一個話題 就是出櫃之後呢 對於身邊的人的影響 這個影響呢 不只是朋友跟家人 所以Jackie你覺得出櫃之後 對你的生活啊 有什麼樣的影響 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都可以講 負面的就是一定是剛開始 對 就是那個過程你要經歷 然後你回家就很不想回家 那時候每天都過十二點來回家 高中喔 然後回家也不想說任何的話 然後在家裡面是一個 情緒很低落的狀態 對 然後前面這樣的過程完之後 後面 因為你都說了嘛 那就是時間會證明一切 就是平淡的一切 所以等他接受了之後 基本上就好多了 那好 好多了之後呢 其實在你自己的生活狀態裡面 你會 金花朵朵開嗎 也不會到朵朵開啦 活出自我的 就是你會更 能做自己想要的生活 比方說呢 你有什麼事情是 出櫃之前你不敢做 但出櫃之後你敢做的 就是我可能會跟我媽說 我今天跟誰誰誰出去 然後 你就潛在能用嗎 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說是男的嗎 就是他可以大大大跟你講這個玩笑 對 就會聊這樣 衍生出比較多 就是很多本來不敢做的事情 變得很 就是覺得 還有什麼啊 沒有啊就是像路上手牽手之類的 所以被媽媽看到手牽手也可以 隨便啦 就是我都出櫃了 我最新的都知道我何必在意你的想法 對 生活上面就可以更不受拘謹 也不受眼光 嗯 我覺得還有就是那個是一個內在的感覺 心境 對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你好像更誠實的 或者是更真實的活在這世界上 所以為什麼我說他有點像人生的轉捩點 他真的可以改變你人生的生活習慣跟狀態 還有人的習慣 對 我記得我之前看過一個報道 然後他講說就是一個同事爸爸 但是他是 就是有跟女生結婚 然後有生小孩 然後這個爸爸呢就是 就是後來就是妻子跑了嘛 對 然後後來這個爸爸就是 獨立撫養這兩個孩子長大 然後呢他有一天呢 就是決定讓他的這兩個孩子 然後知道說他的真實的形象 對 那個爸爸是寫說他希望他在 他在外面就算了 他在外面就是面對什麼職場啊 或同事啊 或者是一些社會的眼光 那他就是他可以忍受 他可以就是戴上一個面具 但他面對自己的家人的時候 他希望他是用真實的 真實的情感 真實的 就是可以卸下面具來去面對 家裡的跟人互動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就是 呼應我們剛才講的 假設你今天出會之後 如果你的家人也接受 你會覺得你的生活的幸福感 幸福的指數上升 或者是你會覺得 你活在這個人生好像更踏實 就是你跟家人 至少可以卸下你的那個面具 你們可以就是用真心的 真實的你來跟家人互動 我覺得那個感覺好像有點 不可言喻的 就是那種感覺 就像男女生結婚 對 會受到家人的祝福 對 那自己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結婚 不能受到家人的祝福 對 那受到家人的祝福 他又很真心祝福你們 然後他們又想多一個 照顧你們 多麼棒的事情 對 就是你已經 你已經 就是有一段 像Gigi一樣很成功的感情 什麼啦 然後又再加上有家人祝福的話 又是喜上加喜的概念 雙喜靈門 對 可是如果說 我也沒有鼓勵大家出櫃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家庭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適時而去考慮 你能不能做這個動作 如果不能 就看什麼時間點適合你再做都沒關係 因為我不能鼓勵 我不能鼓勵 就是 觀眾朋友們去出櫃 原因是因為 你出櫃的話 什麼事情我救不了你 所以就是 有點類似 還是要評估一下 還是要評估一下 就是以你的能力做評估 而不是說每個人都適合這樣子 應該要先做壓力測試 可能跟父母 就是坐在客廳看到同事新聞的時候 要觀察一下他們的態度 對 或者 因為其實現在提倡同志一提的很多 對 就是像歌手還有就是新聞議題 都已經慢慢的漸漸的開放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透過這一點來觀察 那我有些朋友就是他是 輔教業的 對 那輔教業的話他比較傳統的生活狀態 輔教業是什麼意思 就是叫老師之類的 他狀態 他的校園狀態都很傳統 那家人如果也都是老師的話 那就更傳統 那就很難在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說這樣自己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要聽看聽 要觀察一下 你有適合的時機點 我不能說一定是現在 可是你覺得適合的話 就可以適時而去看有什麼方式 比較能去做溝通這樣 哇 Shaky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你的呢 你說我的影響嗎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跟你一樣耶 我跟你一樣就是在自己出櫃之後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很開心 因為我剛才說的就是我爸媽一開始是反對的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我家人就是自動 我父母就是自動把我出櫃這件事情 就是自動在他們腦門飛套 對 他可能就是清明早末的時候 他媽就問我說 你什麼時候交女朋友啊 什麼時候帶回來看一下 對 或者是說 他說 你長得那麼帥 我兒子真的那麼帥 然後學了也還不錯 他說為什麼你沒有女朋友 為什麼你哥你弟都有女朋友了 也不能 接下來他再也不會問我這個問題了 接下來他就問說 什麼時候帶媛媛回來一起吃飯啊 對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也是前面的 如果家人沒接受的話 那真的是痛苦指數的位置 一段一段真的是很艱辛的過程 對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家人可以接受 你身邊的朋友可以接受 那基本上我會覺得很快樂 至少我在我媽或者是我兄弟姐妹面前 我可以真實的做我自己 而且我也可以把我先生遠遠介紹給我家人 可以把你的生活狀態分享給家人 對 我覺得那個幸福感一定是上升的 對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哪個父母 就基本上時間一旦充斷一切 他就只希望他的小孩平民安安快快的長大 對 而且我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其實我爸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 但是我覺得好險 就是我現在想起來 我覺得我很慶幸 就是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先跟他講 對 因為我覺得也是讓他了解 就是比較真實的GGI的部分 對 快哭了 可以 沒關係 可以可以 我要跟你講 對 好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說就是 關於出櫃這件事情 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歡迎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也不要忘記 歡迎按讚 男孩們來聯誼 臉書粉專 以及追蹤我們的IG 最後如果你想參加在全台都有的 單身男同志的實體交友活動的話呢 也歡迎Google搜尋 男孩們來聯誼 來上官方網站進行冒名的動作喔 就祝福大家有情人忠誠眷屬 我們下次見 掰掰